我们首先鼎礼根本传承上师 历代传承祖师 台湾的一张是谭诚三宝 各位上师 法师 教授师 红法人员 所有同门归并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师人最新的著作 神通游戏 上个星期好像才出版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版的时候 这个文章在《正佛博业章》里面 好像只有几篇的文章 那个时候周慧芳律师就问我 就是说你要讲哪一本书 师人哪一本著作 我就说随便哪一本其实都可以 我后来就说不然就选了最新这本 但是就说这本著作还没有出版 只有几篇文章 就问我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不要说几篇文章 一篇都可以了 因为是我 好像我在这边 讲过两次吧 好像我忘了 因为有时候我都没有跟着这个 著作里面每一篇文章去介绍 我看了 这个说师人的这个神通游戏 一开始的时候就讲 师人见到这个观世音菩萨 有两篇文章是这样介绍的 后来就讲到 就是说很多同门弟子的感应 其实神通游戏 其实神通游戏这本著作里面 其实是每一本著作都是我觉得是最好看的 不是只有一本 每一本都是很好看的 师人的神通游戏是怎样神通游戏呢 你看了我 今天站在这边 就是师人的神通游戏 我本来就是一个暑假人 本性暑假姓黄 根本就不可能会出家的 为什么会出家 就是看了师人的书 当然不是这一本的 就是因为师人写的书 就变成了我今天这样子 这个就是师人的最大的神通游戏 你说是不是 当然这个著作里面 神通游戏的著作里面 有写了很多的不同的感应 你们会看的时候 很多人在梦中里面 得到师人的指示 甚至师人的救度 这个病 或者他的种种的 得到师人的帮助 这个病得好了 这个他的 本身没有福分的 很穷的 变成有福分的 这个都是师人的神通游戏 其实 其实 虽然写神通游戏 这本书 如果要写的话 确实 永远写不完 在座的 我相信 都有 师人的神通游戏的 存在 好像这个 我记得 191992年的时候 大概吧 我们跟随师尊 回到台湾 那个时候 就是说 有一天 这个师尊就跟了很多的同盟 上了这个 这个山头 草屯这个山头 来看这块地 那个时候 这个山呢 根本是一个丛林 什么都没有 只是树草 很多都是满满的 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随师尊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师尊就拿了一个螺盆 然后就说 就是这个地方了 这个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 我们 这个草屯哪一样是 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对这个什么风水 命理 什么都不懂 师尊说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很早以前 师尊已经来过了 孙点了那个地 从哪天开始 点了这个地 慢慢慢慢 建了 这个草屯哪一样是 你看现在 这个草屯哪一样是 建的这样 红尾 然后这个 很多山头都属于草屯那一样是 这个殿 里面的佛菩萨 整个殿里面 里里外外 里面 到了现在这样庄严的坛城里面 你说这个是不是私人的神通游戏 所谓 所谓神通游戏就是说 没有私人的出现 根本就没有草屯那一张事 没有草屯那一张事 我们也不可能会来参加这个法会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私人的神通游戏不是只有在书 这个私人的著作里面 你以为看到每一篇 每一篇的文章里面 看到谁 哪个人 做了什么梦 发生了什么事情 得到私人的加持 这个才是神通游戏 其实私人的神通游戏 在我们每一个同盟里面 点点滴滴都在出现 就是私人的神通游戏 所以私人的神通游戏 遍布全世界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角落里面 都有私人的神通游戏 没有私人的神通游戏 哪里有我们所有的同盟出现 全世界的没有 所有雷藏是 唐同修会的出现 都是私人的神通游戏 你们说是不是 我本身就是 怎么说 应该如果没有遇到师君的话 我是应该 变成可能一个很坏的人 也不一定 那个时候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女朋友 怎么会出家 这个对我来讲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 我记得我好像是 二十八岁的时候出家 这个 一九八 七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对我来讲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 从我第一本 看到师人的书 应该这样讲 我从我参加师人的 法会 一九八五年 二月十九号 观世音菩萨圣诞 身在香港的这个 北角到大会堂 有法会 我去参加 哪个时候 还没有参加之前 我哪个时候去 拜会了我的这个 这个营里寺 这是果贤法师 在这个慧泉寺 哪一天 我到慧泉寺的时候 看到 这个 果贤法师 的坛城里面 有师人的一个照片 那个照片 师人是有头发的 在果贤法师的坛城中间 我就问 果贤法师 这个 这位是谁 果贤法师 在跟我讲 这位就是 连生活佛 我第一次听到 师人的这个 这个 大名 我那个时候 特人之间 好像杀猪 因为 就是说 现代这个 社会里面 有活佛吗 我在诚思 在这个活佛 两个字里面 又醒过来之后 所谓醒过来 就是我在 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醒过来的时候 所谓醒过来 我在 就问 果贤法师 这位 是哪一位 他就跟我讲 这个是 连生活佛 好了 我那个时候又在 尘世之中 第三次 我再问 这位是 是谁 我觉得自己也不好意思 这位是谁 问了三次 他说是 连生活佛 然后旁边 有个在家的巨师 他就跟我讲 连生活佛 很厉害 很伟大 他 仗会在 四月 五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 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反正 观音信菩萨 诞辰辰了 来天 来香港 在北角大会堂里面 有个法会 你一定要来参加 我就说 这样子 好好好 我只是 嘴巴里面 就讲好 但是 没有准 没有说 一定要去 快到 这个法会的时候 哪个在家巨师的 拼命在找我 就是说 你一定要来参加 一定来参加 因为哪个时候 我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当老板 很忙 就自己觉得很忙 根本没空 哪里有时间 去参加什么法会 是吧 但是这个在家的 拼命就说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怎样伟大 世人怎样伟大 好了 真的没办法 因为他一直在 要求 就是说 你一定要来 好了 当天就去参加法会 走到这个 这个法会会场的 前面有一个桌子 哪个人就问 师兄 你要皈依吗 我说 好啊 皈依就皈依啊 谁怕谁 我那个时候 皈依就写上 这个 诗长荣 其实哪个时候 我皈依 这个时候 果仙法师 这个时候 当我的引礼士的时候 我的取的法号 叫长荣 所以我哪个时候 当然现在 还有一些同盟 其实长荣是谁 常常看 以前看到这个名字 你是常人 常智 长荣是谁 其实长荣也是我 哪个时候 这个法号叫长荣 我就用了这个名字 来皈依 皈依进去 这个听法 其实哪个时候 对普通话 国语 根本就不太懂 进去里面 根本听不懂 诗人在讲什么 还有诗人 有时候都会讲台语 我更听不懂 所以整个法会 根本就不知道 在讲什么 所以参加了法会 就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 就皈依证书 就下来了 皈依证书 下来的时候 哪些同盟就给我 就是说 你的皈依证书 是长荣 他说 开玩笑 你不是出家人 什么诗 是什么东西 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诗 才是出家人 才用的 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呢 给人家笑到 躲在 不需要躲在 那个角落里面去 但是我也不觉得什么 反正他讲的 我做我的 后来 在一个 这个蔬菜馆里面 那个同盟 在看诗人的书 我就问他 你在看什么 他就说 我在看诗人的书 你不知道吗 我说 我不知道诗人有写书了 什么开 什么玩笑 你是皈依 你还不知道 赶快去买 我就说 最好是买的 从诗人刚开始写的 宁记神圣漫谈来 来看 我说好啊 赶就 走了一条街 找到那个马剑记 那个出版师 输了那个数据 买了第一本书 坐地铁 为什么坐地铁 因为约了女朋友 在尖沙嘴 在地铁里面翻开诗人的书 第一篇文章 宁记神圣漫谈 我就知道我出家 为什么不给一下掌声 你说这个是不是 诗人的神通游戏 这个是最大的神通游戏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出家 但是我知道 我一定要出家 说不出来 我肯定我要出家 我要安排好 我一切的事情 然后就去尖沙嘴 刚才不是说 我一约了女朋友 我根本不想见她 但是约了没办法 那个时候哪里 现在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手机 没有啊 所以就是说 去到哪边的时候 给她再打个招呼 聊了几句 好了 大家回家吧 她就回家了 她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就约了 这个 谈了两句话 她走 因为我又赶回去 这样诗人的书 全部也给她看完 所以我又赶回去 所以她就走了 我也走 然后就开始 看诗人的书 一直在看 老实讲 我不知道 哪个灵感 从哪里来 但是哪个是我 二十八岁 我肯定 我一定要出家 到现在 我还是肯定 什么时间 看到诗人的书 我还是肯定 会出家的 这个 就好像我刚才讲了 这个可能就是 不是可能 这个就是诗人的 神通游戏 哪个决定 很坚定 没有犹豫 我只是 哪个时候 开始 赵诗人的书 尽快 给她 全部给她看完 我要读懂 师尊 写的是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出家 然后我赶快 赵诗人的书 全部给她看完 我一天就看一本 然后的话 连睡觉都可以 不用睡 反正有精神 爬起来 她就开始看 然后看的时候 有一天又来了 有一天看到一个同门 拿着一个计数器 当然不是现在这种了 有个铁的计数器 她拼命在按 我就问她 你按什么 她说 我在念咒啊 我说你念什么咒 我念诗人的咒啊 我就问她 诗人有咒吗 她说诗人当然有咒啊 我就跟她讲 你读给我听可不可以 她说可以 就念了给我听 我赶快就去买了一个计数器 开始就念咒 也是很神奇的地方 从哪天开始 嘴巴 口 停不下来 每一天就念 那个时候我们念是长咒 十八个字 长咒是十八个字是吗 是 应该是 长咒 拼命在念 用怎么去形容这个事情 形容就是说 口干 好像我现在讲话 口干我要喝水 口干 不念咒就好像口干一样 念了就舒服 不念不舒服 每一天在念 我记得大概不用一年的时间 我念完一百万遍的诗人的长咒 那个时候 1985年 我那个时候 我现在有跟同门开玩笑讲 如果诗人哪个时候 有写短咒就好了啦 我就可以念了几百万遍了 什么 那个时候的长咒 短咒的还没有出来 念了一百万的长咒 再念十万遍 二十万遍的百字明咒 长咒 因为诗人写 施加行法 十万遍的长咒 施加行的每一个都要做十万遍 所以我赶快去念 因为我要出家了 我知道要出家了 所以我这个长咒 赶快要念 做大礼拜 大供养 赶快去做 每一个事情去做 全部给他做 因为我要好好去准备要出家 所以这个 很多事情 这个没有办法去解说 我到现在没有办法解说的 为什么第一个念头 看诗人的书 第一篇文章 不是看完整本书 只是第一篇文章而已 我就知道自己出家 我为什么看诗人的书 停不下来 说不出来 我为什么要念诗人的咒 从来没有办法停 我到现在我还在念 停不下来 你说这个是不是诗人的神通游戏 没有办法解说的 就是神通游戏了 是不是 不只是我 我看现在所有的同盟 很多上师 法师 教授师 诗教 每一个同盟里面 其实都有诗人的神通游戏在里面 你们的皈依 就是从过往多种的缘分里面来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说 所以神通游戏 诗人的书里面 不是只有这几篇文章而已 诗人的神通游戏是没有办法讲得完 根本没有办法讲得完 每一个人都有感受到诗人的加持 每一个地方 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 不管你是什么的种族 只要你有这个缘 跟诗人的缘 自然就会发生这种 很神妙的这种关系出现 好像大家今天 来参加这个 大力金刚的法会 大力金刚 从以前 不管显教密教 根本从来都没有这个大力金刚的 就是因为诗人出现了 然后地藏菩萨试了这个大力诗者给师尊 诗人讲出来了 当然是很早也讲出来 但是没有讲得很仔细 直到有一天 诗人要说要传这个大力金刚 诗人要将这个大力金刚 所有的几个手 所有的手上面的法器形象 怎样去讲出来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在这个诗人的密坛 这个台雷的六楼 我还特别去请示诗人 因为我要去照这个大力金刚的形象 我说这个大力金刚里面的颜色是怎么 他手上的法器要拿什么 当然是书里面开始有写 但是还有很多细节 就是说我要做这个大力金刚 我一定要很清楚 头上有着盘了一条龙 还是这个龙的颜色是怎样 这个腐皮裙里面 腐皮裙里面那个腐 老虎里面有眼睛 还是怎样 身上的这个装饰是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诗人讲 手上那个佛城 我就特别去问 这个是佛 因为哪个时候我不懂 因为大力金刚没有做过 也没有人做过 奇怪了 我在想 怎么会佛城呢 佛城是尤之金母 怎么是佛城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详细的讲解 大力金刚里面 原来是跟尤之金母有关系 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每一个细节 我都问得很清楚 就开始去做这个大力金刚 直到今天 你看外面这个大力金刚 虽然说大力金刚 就是我们真佛中里面的根本护法 今天的根本护法 你看 就算你不懂 你感觉到 这个真的是 真佛中里面的根本护法 因为他的这个很雄伟的身躯 很高大的 很威猛的这个金身 今天供奉在这个 台湾那张寺里面的龙边这边 所以今天你们来看 见证了这个大力金刚 根本护法来的 甚至有一天 你今天没有空来参加法会 你有一天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力金刚 这个大力金刚从没有 变成有 从以前密教 闲教 闲教 从来没有出现的大力金刚 从来没有 变成有 这个就是诗人的神通游戏 所以诗人的神通游戏 永远讲不完 写不完 所以说诗人的这个 这个是第一集 神通游戏有没有很多集 其实诗人要写的话 写一百本都可以写得出来 没有办法写得完 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变成诗人的神通游戏 我们的出现 就是诗人的神通游戏 诗人的神通游戏 改变了我一生 如果不是我刚才去 诉说我以前的过往的话 我不是因为看诗人的著作 看诗人的书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出家 不可能出家 就变成一般的老百姓 过他的生活 胜 老 病 死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就一直在工作 胜老病死间 轮回 所以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还好 就是说有这个缘分 遇到诗人的著作 看了诗人的著作 改变我的一生 也改变了我们全世界所有中派里面 所有的同盟的一生 这个就是诗人的神通游戏 这个去年 2018年 这个华公共同会里面的会长 跟几个工作人员 去缅甸去考察 其中有一个工作人员 在这个酒店的外面 被一个 这个酒驾的人 这个创造 那个时候根本没人看到他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意外 这个车 这个意外了 因为他喝了酒 以后创造这个人 以后这个 车创造这个人之后 还将这个人夹在这个树 中间 这个人就是这个树 背后就是树 车 那个车 给他夹住了 很严重 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 然后就说 因为他身上带了这个房卡 知道哪个酒店 其实就在酒店的旁边 哪个人是在 哪个人是站在这个 这个 行 这个 行人道里面 不是在马路 但是因为酒驾 这个发生意外 创造之后 这个 后来通知会长他们 就是说 赶到医院里面 他们认不出这个人 因为整个头的 这个 总大 一个头两个大 根本认不出来这个人 然后就说 哪些医生 问他哪些医生 哪些医生就说 你们懂得 祈祷的话 去祈祷吧 根本没有办法 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按照这个情形的话 根本就没有希望的 所以那个时候赶快去 这个 这个 发信息出来 就是说 去 去 去求 世人的加持 然后 后来找到一个 这个 这个 医疗的飞机 医疗的医生 从缅甸 飞到香港里面 让他送到香港 如果在缅甸的话 根本就会死了 送来香港之前 还要求 世人 就是说 因为 他老 肿脏 如果 气压上升 坐上飞机下来的话 有可能会死掉 求世人 让他这个 这个老压 能够平 平稳 求了世人 加持之后 他平安到了香港 香港的 到了这个医院里面 那个医生 这个 就说 这个 能不能够救 救回来 还不知道 先看看 那个时候 这个医生就说 他分明的指数 只有五到六 能不能够救回来 还不知道 就算他能够醒过来 能不能够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也不知道 根本就很危险 但是 求了世人加持之后 过了现在差不多 七个月到八个月 现在的人 已经醒过来 可以讲话 可以走路 这个就是世人的神通游戏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能够证明的 这个不在 刚才讲的神通游戏 也在这个文章里面 你说世人的神通游戏 多 真的很多 多的根本 根本就写不完 所以我们出来讲这个神通游戏 确实是神通游戏 是非常真实 能够救度我们所有人的心灵 学佛 学佛修行 经思 中法 实修 有一天 希望我们在座的 所有同盟 甚至 我们 全世界的弟子 要经思 中法 实修 不要忘了 今 节一世 遇到这样伟大的 这个成就者 来他的神通游戏 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 真正的解脱 谢谢大家 这个今天来这个读书会 我们最后的话 我们要做回向 回向的话 就念世尊的那个 那个记 我们就一起念 好 我们一起念 愿一切诸佛菩萨 金刚护法 空行 诸天的发生 年生活佛 如圣燕 尝受健康 同法如意 一切吉祥 愿一切 在外他的佛形事业 尽初的去除 达成大圆满 愿他自在 自如的转化 每一切都能达到 成圣的救度 感谢大家 Omane 愿一切会没用 我愿一切会没用